最喜歡駕駛 最喜歡駕駛 還有在日後看 維港的景色 晚上的燈飾 只要那些遊客開車 沒有東西可以挑戰我 我們本身是觀光樹為主 肺炎對我們最大的影響 當然是遊客的數量減少 由最初慢慢減少 到最差的時候 應該是八成沒有了生意 因為我們真的要按比例 兩成是香港的伴地朋友 會上船 以往的八成都是依賴遊客 開放以來 香港是漁業起家 所以昔日的香港 多利亞港是佈滿了船隻 而返船就是佔最大多數 香港的經濟起飛 由漁業轉做工商業轉口 到現在商業的情況 其實船也是慢慢被取締 所以這艘船 帶著香港人的情懷 而且帶著香港以往很努力的精神 所以這艘船 絕對可以代表香港人 也代表了香港 六十多年前 這艘船也是一艘漁船 一家漁民住在這裏 以前是蝦艇 所以住、生計 全部都是靠這艘船 到了七、八十年代 就開始轉手 去了一些外國人的手裏 變成一些私人船隻 開始變成觀光船 期間 旅法局也租用過兩年 去做一些 比渣護照的遊客 免費上船 欣賞香港 雖然短短維持了兩年 但影響很深遠 因為旅法局也採用了帆船 做我們的標誌 所以至現在為止 其實全世界認識香港 大家首選都會說到帆船 我們本身沒有疫情之前 我們每一班船都有二十多個 十多個 現在就叫做車空船 你讓車空船 你讓車空船 好像你開車 我們做某件事 開車空船 好像沒有什麼意思 車來 這班船是空的 你都好像什麼 當然多人好 越多人越開心 你說你都是做 對不對 你沒有人 如果沒有人 如果沒有了帆船 在香港 我相信歷史 有一部分 不是完全截斷了 每一天我們除了行駛 我們做了我們的觀光船 的那個使命之外 其實是保育 將歷史繼續傳給下一代 令到就算疫情過後 都希望香港人會繼續記得我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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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